這是非常荒唐的理由 那國會不是要你針對個案去了解 我們講的開中美女講得很清楚 你那個監聽的通知書應該送給當事人嘛 對不對 好 你既然可以送給當事人 你這個為什麼 我們只要你當初是哪個法官核定這個通知書是不是浮爛的核定 那這個通知的對象是誰 因為0972登記是立法案嘛 這個通訊保障這個監察條例裡面也寫得很清楚 要有對象 要有自由嘛 那我們要看你的0972這個電話 到底是有沒有對象 有沒有自由嘛 就那麼簡單而已 我們不會去跟你了解什麼個案 什麼在進行當中 用這種理由談賽是沒有辦法服眾的啦 所以我還是認為主席這個 我們禁止大家如果才會有這樣的意見 為了這樣 我們認為這個就不用再討論請台北敵人要馬上